我租到一间发生过命案的凶宅 网友喊我快搬 你家的冰箱藏过湿 灶台喷过肉 凶手就是在床上尖杀的受害者 只有一个弹幕反驳 是在沙发 这床放不下我 下一刻 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 你 家人们 我就住在这间凶宅里 一开始 直播间都在骂 少蹭热度了 受害者的人血馒头也吃 哈哈 是博主请来的托吧 有种拍来看看啊 这个专做凶案解说的博主 百万粉 做的正好是凶宅系列 十年前 一个妙龄女郎 在家中对凶手入室行凶 惨遭分尸 死状惨烈 我顾不上反驳 手忙脚乱的拍下房子格局 十年过去了 里头的布置几乎没变过 一边塌陷的布衣沙发 分尸时用的老实浴缸 就连沙发上搭着的鸳鸯抱枕 都跟当初凶手 摁在受害人脸上的一样 直播间瞬间炸锅了 妈呀 还真是一样 无良房东坑人啊 妹子快跑啊 家人们谁懂啊 房东居然连受害者 遇害时用的被套 都不舍得换啊 救命 妹子快别住了 我叫胡小 今年刚毕业工作 囊中羞涩 租了套离公司 进的老小区 看房时 我嫌沙发太脏 房东大爷还解释 上家退租 还没来得及洗 估计是酱油番茄酱吧 受害者最先被侵害的地方 就是沙发 什么酱料 那分明是洗不掉的沉淀血迹啊 警方派出了大量人员 对案发现场周边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但现场被处理得非常干净 没有指纹体液等任何残留 凶手心思缜密 绝对是有经验的高手 加上十年前的行侦技术 不够发达 这桩案子就成了悬案 行侦博主很镇定 别急 老房子格局相似的不少 我手头资料也是十年前的 像素也不高 你先别自己吓自己 这样 受害者最后是在床上 被强奸杀害的 遇害期间 手指在床檐边 抓出了不少痕迹 你看看就知道 我颤巍巍地先开床 摒弃凌神用手机电筒一照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我整个人都傻了 浑身血液直冲头顶 一屁股摔坐在地 床檐边 留下了许多道指甲抓出的痕迹 痕迹纵横交错 有的抓痕极深 我仿佛能感受到 受害者绝望中的无力挣扎 就在这时 砰砰几声 门口突然有人敲门 我下意识就要去开 但没走几步 我反应过来 不对 我没点外卖 那么晚谁会上门 同时 博主也反应过来 阻止 别去开门 不对呀 今天是8月15 当年被杀的女孩 也是死在8月15日 我感到全身的血液 一下子都冲上了头顶 你的意思 外头可能是凶手 啊 是的 凶手至今在逃 博主话音刚落 窗外闪过惊雷 天地被瓢泼大雨吞噬 十年前的8月15日 一样的大雨天 连续三天的大雨 冲刷了凶手逃离的痕迹 接口唯一的监控摄像 没能拍下任何东西 敲门声再度急促起来 跟我现在的呼吸一样 许多凶手 会回到犯罪现场 重温作案快感 门锁开始疯狂摇晃 我慌了神 一边报警一边尖叫 我已经报警了 你再敲 敲门声顿停 下一刻 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小小 是我 你没事吧 门口铃声坏了 外头 是看到我的信息 提前回来的男友苏震 我紧绷的神经 立刻放松下来 浑身瘫软 苏震心疼的把我扶住 网友们也跟着松了口气 博主 你要不要那么大惊小怪 吓死人了 男友回来就好了 赶紧搬吧 苏震给我热了杯热可可押精 欲言又止的握住我的手 小小 有件事你得知道 你说房子有问题 我立刻找中介投诉问情况 一说我就来气 那他们怎么说 肯定会推卸责任啊 还忽悠我用原价租 一想到这些天 睡在案发现场 我就崩溃 必须搬 押精也必须退 男友脸上还是很凝重 不是 中介说 这间房 他们根本没放租 啊 我傻眼了 磕磕绊绊 可明明有人联系我 带我来看房啊 中介说 那天给你发过看房时间地点 你没出现 还以为你不去了 所以 你说的房东大叔 到底是谁 算 我被这消息打懵了 直播间的网友也傻眼了 不是 别吓人啊 该不是中介推卸责任吧 有人说 我就是这家中介的员工 按照流程 也是中介带客人看房 怎么会让房东 直接联系客户 那不是砸自己饭碗吗 这么一说 也对啊 我当时真没想到这层 好在我大学俯修过美术 评济画出了房东的素描图 网友说 画工不错 可这种中年大叔 接上一抓一大把 除非用警方的数据库 不然怎么找 这时 直播间人数蹭蹭长着 一个名为 玄丰道士的网友 加入评论 这大叔 与奸杀案的受害者 子女工相通 看着是妇女相 行侦博主冷笑 我说 我们破案讲科学 装神弄鬼的一边去 这是你蹭热度的时候吗 这位玄丰道人 来头不小 是网上如雷贯耳的玄学博主 千万粉丝 据说还协助过警方 破过几起案子 玄丰道人反击 没听过科学的镜头 是玄学这句话 破案 是要等案发后再破吗 那人都没了 就算抓到凶手 又有什么意义 老祖宗留下的精髓 你不懂 不代表不存在 你的傲慢 很可能会害死这个女孩 我被他们吵得脑人痛 那这个人 你们倒是找出来呀 没一会儿 所有人沉默了 因为 有人在十年前的新闻里 找到了为我带路的老汉 正是受害者姜腾的父亲 只是他早在十年前 受不了失去女儿的打击 自杀身亡 冤魂引路 必有蹊跷 姑娘 你今晚的血光之灾 是难以避免了呀 四 现在回头细想 蹊跷的地方有不少 看房的路上 路过的狗都对大树狂吠 他身上总有淡淡的烟火味 不像香烟 更像是那种 烧纸钱的味道 你说他带你看房 只在中午十二点 呵呵 因为他只能内活出来 很多人以为 正午十二点阳气足 其实不然 脾气太来 阳胜急而衰 中午恰好是阳气最衰弱的时候 我太阳学突突作痛 玄凤道长找出了 十年前的受害者资料 受害者去世时24岁 你也是24岁 你又住进了他被害的房间 你觉得这是巧合 难得行政博主没反驳 警方也认为 这个杀人犯不是首次作案 当时政务全被警方收走化验 你房间里的东西 应该不是十年前的 而是被人刻意布置成这样 这时 有个当地网友评论 你们知道为啥这个房间 装修十年不变吗 房东早想中装了 前些年找了几家装修队 我说就接过这家的火 可开工后 房间的灯会莫名其妙的亮灯 跟有人注视的 行政博主吃笑 常年不住 电线短路多正常 可我忍不住确定 是 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吗 我住进来几天 房间灯总会莫名闪动 半夜电视还自己打开过 满瓶雪花 刺耳至极 对对 就是这段时间 后来一问 这就是死者被害的时间段 我瞬间后背发凉 而且 住进来的几个工人 乘速做噩梦 梦里总有个浑身是血的女人 到处爬 到处翻找东西 吓走了好几个包工队 我输给别的兄宅干过翻新 有经验 买来百斤大米 往房里扑上 等了三天 又买了几只没配种的公鸡 放血 结果三天后 你们知道里头是什么吗 血印 窗户上 全是女人的血手印 玄学博主明白了 难怪这房没法装 命案一天不破 魂魄片刻不离啊 他们一人一句 把我说得心乱如麻 所以要害我的 到底是凶手 还是厉鬼 还是双管齐下 我真的崩溃了 不是 那关我什么事 我一不是警察 二不是凶手 无冤无仇 他为什么害我 那你就要问鬼了 道人 受害者冤死 至今没投胎 鬼门关三年开一次 我有办法 请来受害者指认 真正还原现场 我想人家会愿意的 girls help girls吗 五 我心慌意乱的关掉了直播 我根本不知道该姓谁 我只知道要搬出去 越远越好 男友说好 可偏偏窗外的暴风雨 升级成台风 雷电交加 打车软件也一直打不到车 苏震让我别急 他会想办法 看他忙活的身影 我心里暖暖的 我性子急躁 可苏震跟我相反 他年长我几岁 生得英俊斯文 做事沉稳温和 恋爱后对我百依百顺 他会记得 我们相识后的每一个纪念日 我的学校挺远的 但为了见我一面 他每天单程两小时 也要来见见我 同学都羡慕我捡到宝了 没一会儿 他拿着手机告诉我 这栋楼放租的业主不少 物业那有备用钥匙 同意我们借住一晚 等明天雨小了就搬 凶宅在四楼 新的房间在七楼 上楼时 楼道的应声灯 随着脚步声闪闪灭灭 一名一案中 有什么从脑子里一闪而过 不等我细想 系统提示行侦博主 发来申请家好友的信息 他私信我 姑娘 还是有点不对劲 你就当我多虑吧 听不听有你 做这七视频的时候 我详细查过 案发小区的资料 八十年代的老小区 一枚连郎 二是东西二门的路窄 车是开不进来的 你男友就算打车 回来也必须走过一条上坡小路 可那么的大鱼 为什么他的裤脚 衣服一点雨季也没有 直到此刻 我才终于明白 心比营料的蹊跷是什么 男友出门时 没带伞 回来时也没带伞 那只有一个可能 他 从头到尾 都在这栋楼里 六 行政博主说 苏震不是第一次来这套房 这个房子他很熟悉 注意到没 进门时 他第一时间 就找到开灯的地方 直接省略了 环顾这个动作 一股寒意席卷全身 可男友 为什么要骗我 小傻瓜在想什么呢 苏震似乎察觉到我的异常 搂着我的肩膀 把我往房间里带 喜欢这儿吗 这套格局跟凶宅一样 但做的是北欧风设计 浅米色墙纸 用光很足 玄学博主 这间的风水不好 二五交加 五任入局 未知犯太岁 你可出不可入 不是 你们到结盟上了 三人成虎 被他们这么一说 我心里忍不住泛起嘀咕 不喜欢吗 苏震低头 眼眸温润 闪过些许失望 可惜 还想给你惊喜 什么惊喜 看我这傻样 苏震恋爱的刮了刮我脖子 傻子 其实今晚我没加班 都在这儿 空气中流淌着令人窒息的紧张 男友眼眸中 倒映着我的身影 你那环境太差 正好我姨妈家在这里 也有套房空着 免费给我住 我照你喜欢的风格软装了一下 难怪 墙上挂的话 都是我喜欢的风格 恐惧煞时被感动驱走 我感动得心软软 为自己刚刚的动摇 感到羞愧 网友也骂了起来 你们两个博主打配合是吧 打的热度都到总榜第一了 把人忽悠的团团转呢 就是 都过去十年了 凶手在变态 也不至于笨到跑回这里吧 我愤愤地关掉直播间 这都十一点了 我在浴缸里放满水 准备好好泡澡解解乏 深呼吸 整个身子沉浸水里时 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也顺势爬上了我的脖子 可浴缸明明洗得很干净 冒出水面的瞬间 我浑身像被电击过 眼前毛骨悚然的一幕 让我脑子空白 正对面 赤裸的长发女尸正对着我 她空荡荡的眼窝凝视我 湿漉漉的长发尾端 勾着我的脖子 我想逃离想大喊 可身体在这一刻 好像被控制住 怎么都动弹不得 女尸的手已经摸到我的脖子 不停地收紧 啊 忽然间 在碰到我颈上的红绳佛像时 那双枯手像被火烫到一样 缩了回去 身体能动弹了 我惊魂未定地抓起手机 看到玄凤道士发来的最后一条事 这屋阴气笼罩 你要想活命 切记 别接近水 切 大师救我 万幸 玄凤道士还在线 你带着御佛 用指尖血 点在佛眼上 借佛眼观鬼 只有知道对方在哪 你才有活下去的胜算 借佛眼观鬼 我配的御佛算不得多好的橙色 胜在带得久 人又养育 带久了也生出细腻的油润感 有怪莫怪 我心慌意乱地扎破手指 小心翼翼地点在佛眼珠的位置 双手合十 心中默念道长说过的咒语 凝固后 我将御佛贴向左眼 道士提醒 女鬼或许不是想害你 而是想告诉你什么 一定要稳住 我浑身紧绷 大气都不敢喘 慢慢眨起眼 一下 两下 第三下时 萌萌的视野 突然变成一片血红珠网 冰凉的恐惧 从脚底心蔓延到头顶 我意识到 御佛后 是一只血眼 我与鬼隔着一御之隔 对视着 八 五分钟后 我捏手捏脚地走出浴室 苏震已经上床休息了 明明门关着 就在我准备拧开门时 身后传来 小小 这是去哪呢 苏震木然地站在卧室门口 我猛地一颤 心脏急速收缩 我 我捏紧 故作自然的读囊 没了 卫生巾 还有内衣裤 你们男生不知道那么多 他眼睛微眯了一下 似笑非笑 那 早去早回 天知道 这几步路几乎用掉了我全身气力 一关门 我跟玩命似的往下窜 抓着手机求助 快报警 快啊 真正的凶宅 不在四楼 而是在这 七楼这间 才是真正凶宅啊 就 五分钟前 与我对视的鬼眼 眼珠撇向一边 他看向的地方 是厕所墙面 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支配了 无形的力量 引导我的手伸向墙壁 等我撕开墙纸 才发现 墙壁里 赫然是一个个恐怖的歇手印 装修工人 说的话是真的 我明白了 行针博主激动 放了我一开始检查床板时的截图 这果然不是案发的床 指甲刮过木板 由于指甲表面受损 从上到下的痕迹 肯定会从清晰到模糊 看 这里的痕迹太清晰 是人为制造的 当初警方为了保护房主隐私 并没有曝光具体楼层 聪明啊 用这招混淆试听 我租的那套 只是凶手的障眼法 他利用一样的格局 远比例复制凶案现场 凶手煞费苦心 算计好了一切 把我骗到七楼的苏震 或许 就是十年前的真凶 十 直播间彻底沸腾了 可把孩子看傻了 等等 把人哄到七楼做啥呀 当然是在十年前同一个地方 宰杀同样的女孩呀 报警了吗 警察快来呀 脑子要烧掉了 是不是误会呀 人家男友 看着挺面善的呀 玄学博主 这套房是你的生门 切记 千万别出去 我们马上来接应你 直到逃回四楼 死死关锦门 我身体上的颤抖 才慢慢平复 极致的恐惧 让我弯腰干呕 呕到泪眼朦胧 一切都是假的 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温柔 只有步步为营的陷阱 我擦干眼泪 原来害怕也是有极限的 突破某个阈直 就会麻木 会坚强起来 很快 苏震追了下来 激动的敲起门 小小 你在哪 听我解释 手机震动 苏震发来了语音 我点开 他着急解释道 小小 我看到了直播 我错了 我骗了你 这套房的装修 是我一副搞的 我只是买了几幅画 我想在你面前表现 才这样说 我怎么会是杀人犯 小小 看 这就是我一副 苏震登陆了直播间 发出一张合照 照片里的男人面容阴郁 四百眼 眉骨过秃带着胸像 令人很不舒服 十年前的案子 我姨父 开了家兽医院 他常屠宰动物 我怀疑 他才是凶手 外头的雷雨风声 像要撕碎黑夜 我的心也跟着风雨摇摆 是啊 十年前 苏震也才16岁 他有什么立场杀人 会不会 真的误会了他 直播间 观众各执一词 对呀 他姨父的面相 看起来就不舒服 年龄也对得上 可 就算他是 把七楼装成别的 我能理解 那四楼呢 谁干的 救命 刑侦博主 玄学博主呢 人在哪 快出来看看啊 反正保险起见 就别开门 等救援来 咚咚咚 就在这时 敲门声变得更加急促 我被吓了一跳 苏震嗓音压低 甘哑中透着恐惧 小小 快开门 我姨父好像来了 十一 隔着门 我听到了有人上楼的声音 拍门声 突然急促起来 苏震心急如焚 不断发来信息 小小 姨父他拿着刀 快开门 不然我会死 我真不是凶手 来不及了 无论发声都别出声 我去引开它 我平住呼吸 沉重的脚步声 从楼下转脚那边传来 还带着金属摩擦的声音 是刀 还是斧头 小小 很幸运遇到你 记住我永远爱你 就好 是开 还是不开 做选择的这几秒 像几小时一样漫长 我的手握在门把手上 可脑子里一团乱麻 根本做不出决定 直播网友急眼上了 不是 快开门啊 万一他死了 这世上就少了真心爱你的人 能不能别恋爱脑 现在就是他男友的一面之词 谁知道真假 就这么眨眼功夫 整栋楼停电了 接着 我听到了苏震的一声惨叫 力气刺入皮肉的声音 是那么清晰 楼道间 两人凶狠的扭打在一起 过道堆积的杂物 被摔得砰砰作响 分不清是谁的喘息声 越来越粗重 极致的恐惧 让我脑子荡击了一样 直到外头安静了下来 楼道店也来了 我才鼓起勇气 透过猫眼看出去 鲜血遍地 苏震的一副横躺在地 脑袋以诡异的角度 搭落在胸前 只剩下一点皮肤相连 死的是一副 那活下去的一定是苏震 我得去找他 这扇门配着防盗门锁链 就在我准备解开最后插销时 左肩头 冷不丁被拍了三下 十二 我悚然回头 可背后什么也没有 没拍我的 是谁 没容我多想 一把利刃从空隙地方狠狠插入 但正好我回头 刀从我腰侧 看看擦过 则歪了 缝隙外 是苏震满是鲜血的俊脸 只是一改往日的温柔 他变得尖锐阴冷 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蠢货 运气不错呀 这都给你逃过 说吧 太阳刀 轻而易举砍断门链 看着苏震踏着蟹脚印 一步步走入胸宅 我整个身体都凉了下来 跌坐在地 刚刚的苦肉计是为了哄我开门 你故意引导我们误会你一副 他不是凶手 你才是 苏震歪了歪头 我说一副是凶手 也没骗你们呀 尸体不一直是他在负责分解吗 凶手 一定只有一个吗 十年前就犯的错 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犯 被淹没在岁月中的真相 慢慢浮现出轮廓 十三 真凶 一直都有两个 单身女性对成年男性肯定会防备 可对下雨天遇到被淋湿的小男孩 总归是容易放下戒备 只要摆出可怜巴巴的样子 问姐姐 能不能遮我几步路 这些女人无一例外都会答应 女人 就是这样愚蠢的生物 粗糙的大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感觉自己双脚离地 喉咙里挤出嘶哑的气声 我目自欲裂 为什么 要杀掉那些女孩 为什么你总喜欢 问为什么 那为什么只有我的爸妈死得早 为什么抚养我的姨妈自私冷血 为什么我的姨父是变态 为了生存 我很小就懂得去寻找猎物献给姨父 反正比起动手奸杀 我更喜欢在一边欣赏 苏震抓起我手指 解锁手机 点开了行政博主发来的语音 我找到了苏震的资料 为什么你跟上一个死者 都是24岁死亡 苏震暗恋的女孩卓晓 就是24岁癌症去世 所以她才只杀24岁的女孩 选今天 也是因为 今天是卓晓的忌日 照片里 身着病服的女孩 对着镜头浅笑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苏震从认识我那一刻 就自来熟的叫我小小 为什么她希望我留长发 穿浅色长裙 为什么她的温柔 总是多到无处安放 小小 这些女孩里 我最喜欢你 大脑开始缺氧 我疯狂挣扎 眼泪失控滚落 苏震的嘴角 缓缓扬起一个残忍的微笑 所以 我要带你回到 故事初始的地方 在这里 我第一次狩猎 叮咚 已经在路上的行侦博主 再度发来 现在情况怎么样 直播怎么断了 你没开门吧 苏震击翘地笑了 用我的ID回复 没 我已经逃出来了 在哪里会合 她还想杀了博主 可蒙在鼓里的行侦博主 还有五分钟到 雨实在太大 我在小区后门等你 车牌是XXX 苏震微微一笑 回 好 不见不散哦 14 苏震语气流量地 说起她的初恋 第一次见小小 我16 被一副打到 面目全非住进医院 我没钱给医药费 是小小出面帮了我 她是我见过的 最善良坚强的女孩 可偏偏老天爷 对她不公平 她才24 就得了癌症 她死后 还把眼角膜心脏 捐赠了出去 我不能忍受 这些人用肮脏的身体 使用她的器官 所以 我杀了他们 她故作惋惜地 轻轻叹了口气 这些年 我也见了不少女人 但他们都很肤浅庸俗 那都是劣质的赝品 我很快就腻了 夜雨倾盆中 果然有一辆SUV 停在侧门外 苏震脸上杀意尽险 四楼的假兄宅 一定是这个行政博主 自己布置的 他为了哗众取宠 破坏了我今晚的完美计划 我私生 不 不是他 带我看房的 就是死者的父亲 蠢货 那天带你看房的男人 一定也是他改装的 真该死 车没开闪光灯 苏震压低冒严 在暴雨掩护下 靠近驾驶位 在他拉开车门突袭的瞬间 不对 车里一个人也没有 随着开门的动作 淡黄色烟雾从里头涌出 等苏震猛的闭气后退 已经晚了 他手上的刀没握住 直接落在地上 这是陷阱 他身体不可控地瘫软下来 提前平住气的我 已经抓准时机 朝他脸上狠狠挥出一拳 我是没武器 可只要把兜里的钥匙 每一根夹在指缝间 握紧 夹之气力 就能成为最简易的铁拳套 他的脸瞬间皮开肉绽 鼻鼓彻底断裂 苏震想支起身体 可那只是徒劳 毒烟让他的动作迟缓无力 砰 又是一剂重重的肘击 苏震的牙齿被打飞 溅在泥地中 他的脸很快被一拳拳揍烂 烂得像马蜂窝 断裂的鼻鼓阻碍了呼吸 他一场艰难的 从喉咙里艰难挤出一句 四楼的凶宅 是你布置的 十五 雨水吸不灭我的杀意 啊 苏震发出痛苦的嚎叫 我一脚踩断他肋骨处 用力反复碾压 看着森森白骨刺破皮肤 血流如柱 我心中感到一阵畅快 可这不算什么 比起他们对无辜女性的摧残 这能算什么 把这儿伪装成凶宅的是我 悬风道长也是我 这儿的每一处布置 都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 犯罪现场 我把苏震拖回凶宅的浴缸里 伪装的温良怯弱 尽数玻璃 镜中我的只剩纯粹的冷酷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 我对凶宅那么了如指掌 因为我是受害者姜腾的亲妹妹 也是当年 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 那天是姐姐的生日 为了给她惊喜 我一大早提着订好的蛋糕 独自坐了三小时公交去看她 敲门不应后 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十四岁的我见到了人间炼狱 我可怜的姐姐品学兼优 从小跟人眉红过脸的姐姐 看动物世界就会掉眼泪的姐姐 赤身裸体的被拆分在了浴缸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 永远永远不会 那一幕彻底成了我的人生底色 凶手抓不到 坊间居然流传起不少我姐姐的传闻 哎哟 大晚上怎么给男人开门 是不是做那行的呀 怎么凶手不搞别人 就偏偏搞她呀 有气敲 没妈交的女孩就是很容易走歪路 女孩子家家的 还是要自爱的 不然哟 爸爸夜间老了十岁 她这人很轴 既然警方找不到 她就放下生意自己去追凶 林里说她疯了 大海捞针能有什么结果 她一枪孤勇走南闯北 请私人侦探 逐家逐户调查 可很快她自杀了 她在遗书里写 她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已经没了活下去的信念 苏震 你伪造现场很成功 和你自作聪明的这几句遗言 恰好暴露了她是被谋杀 为什么狼狈至此 可苏震的眼中仍是怨毒 我妈过世的早 舅舅家没孩子 我很小就被抱养过去 上了就家户口 出事后为了保护我 我爸在新闻里说 姐姐是毒女 所以你不知道这层 她一定是追查到什么 才被你们灭口 这些年 沿着爸爸留下的 上百本笔记的线索 我锁定了嫌疑人 但始终找不到实质性证据 所以我要重演那晚 以受害者的身份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所有受害者家属看看 凶手到底是谁 十六 雨一直下 苏震始终保持着 时段时序的挣扎 我没理会她 用绳子套上她的脖子 我姐姐就死在这 今天她要血肠 绳子开始收紧 冰死感 让苏震脸上的肌肉 扭曲成一团 眼睛瞪得似乎要突出眼眶 苏震 你杀了那么多人 一定是无神论者 对不对 其实 我也是 可我有比任何人都希望 世上可以有鬼 为了热度最大化 吸引更多人注意 这桩十年前的老案 我虚构了带我看房的父亲 在浴缸里提醒 我有危险的姐姐 在每个恐惧的时刻 我都希望 他们与我同在 就在我要割开苏震的动脉时 两个中年男人匆忙赶到 小小 不要 我的手微顿住 头发花白的是我就 也就是玄凤道长 另一个国字脸的 是十年前负责我姐案子的 老刑警堂叔 当年只有他认为 我爸是被谋杀 与上司起分歧后辞职 甘起了私家侦探 退休后 又成了著名兄案解说博主 小小 别冲动 把他交给我们 全部人 直播间里几千万人都是证人 你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呀 舅舅生怕刺激我 竭力哀求 小小 想想舅舅 舅舅还在呀 不能为了他 再陪上你的未来呀 未来 可恶魔就在我刀下呀 雨水顺着刀尖流淌 苏震鼻青脸肿 但狭长的眼里 闪动着毒蛇一样的光 女人就是女人 优柔寡断 没法成事 死到临头 他居然还在挑衅 或者说 是想拉我一起下地狱 来呀 为你姐姐复仇啊 他叫姜腾对不对 我骗他被继父殴打 看到我的伤疤 他就信了 还带我回家 说要给我上药 他还说要给我找福利中心 让我别害怕 哈哈哈哈 小小 你们不愧是姐妹 一样善良呢 他叫起来声音真好听啊 小鸟一样 阴阴 可是太吵了 我先割了他的舌头 然后是手指头 舅舅的劝阻模糊成某种白噪声 神说 人有七宗罪 傲慢 嫉妒 懒惰 贪婪 暴食 色欲 可怎么办 道理我都懂 可从十年前 从看到支离破碎的姐姐那一刻 从知道爸爸死讯那一刻起 我的世界 为胜暴怒 十七 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高举着刀 眼泪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生与死一念之间 可到最后 我缓缓放下了刀 侧头 看向老泪纵横的舅舅 哑声说 还有许多受害者的家属 需要见证他的死亡 我不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利 楼下 传来警车赶到的鸣笛声 苏震被警察带走时 我的眼睛始终看着浴缸 对外界的呼唤 毫无反应 我把脸深深埋在掌尖 刚刚 我好像看到了姐姐 在我决心步入深渊 陪上未来的一瞬 有血有肉的姐姐 就出现在对面 她冲我摇头 小小 不可以 我恍惚了 她还是我记忆的样子 高挑的个子 柔顺的长发 兴眼含笑 为什么不可以 姐姐 她欺负你的时候 谁去说不可以 可姐姐就这样安伤地看着我 像凝视自己的孩子 小时候我调皮 男孩子个醒 爬墙上树招猫遛狗 被抓伤了 姐姐也会用这样的表情告诉我 小小 不可以哦 我天生就听她的话 时间过得真快呀 我也到了24岁 到了她离开的那个年纪 一定是错觉 我失效 世上怎么会有鬼 如果真有 这些年 怎么他们都不来梦里看到我呢 很快 苏震在狱中交代了这些年 她跟姨父干的案子 受害者之多 手段之狠毒 让在场的每一位警察 振振发寒 没有悬念 她被判得死刑 刑刑那天 正值立春 我去牧原里给家人扫墓 除完草 回来时 唐叔跟我说了一件奇怪的事 丫头 你说怪不怪 逮捕方正后 警方在她脖子上 发现了奇怪的掐痕 非常深 但指痕跟苏震一副 还有你 都对不上 我醋眉 怎么会呢 那晚 明明没有别的人在场啊 而且那指痕 只有四根 我坐在阳光中 久久不能回神 半晌后 我男男 我姐姐 生来 左手就只有四根手指 世上有鬼吗 可能吧 也可能 阴魂不散的从来不是鬼 而是我们那无法被磨灭的爱